第一级 厄运任务 哎 就这家江湖小厨吧 这家我吃过 很一般 而且你看啊 里面就一个人在吃饭 走去旁边那家 人多 行 听你的 陈冲刚送进嘴里边的米饭 还没来得及咽下去呢 差点就喷了出来 抬头一看 恰好看见两名大学生离去的背影 妈蛋的 他们说的客人不就是我吗 而我不就是这家店的老板吗 一念到此 陈冲的心里边发堵 瞬间感觉自己炒的这盘青椒肉丝 有点油腻 完全没了胃口 呦 陈老板吃的呢 门口进来了一名笑容满面 四十几岁的肥胖的中年人 滴血糖饭了 不吃不行 这不 刚才有两人过来吃饭 我都给拒绝了 陈冲皮笑皱不笑地抬了抬手 是一中年人随便做 这个人叫李大辉 外号叫李胖子 和自己一样也是这条街上开了家餐馆 就在斜对面 店名叫回头客 难怪呢 我说怎么好端端的跑到我那边就吃起了 李胖子也不客气 直接坐到陈冲的对面 那张油腻的老脸都快笑抽筋了 呦 刚炒的呀 我尝尝 陈冲心里边一个劲地骂娘 这胖子脸皮是真够厚大 摆明了是过来看自己笑话的 顺便来探探口风 这味道真不错啊 比我炒的那好多了 李胖子小小眼睛一瞪 一副八辈子没吃过肉的样子 赞不绝口 别别 陈冲实在受不了了 赶紧出声制止 我还是知道自己的金两的 说白了我就是一半吊子 要不是前些年攒了些鸡血 哪会被中介忽悠着 租下这个门面呢 还是三年的租约 逼得我现在没办法 只能开餐馆维持生计 瞎说 现在刚开学 等没一些学生在学校食堂吃腻了 就会来我们这条街吃饭 别着急 李胖子脸色一正 再说了 这地铁站呢也快修完了 到时候把这个围墙一拆 那人流量 不愁没生意 陈冲瞅了眼门口靠右的位置 越看越来紧 之前那边一直在修地铁 为了安全起见 于是 弃了一堵又高又长的墙 完全挡住了门了 但是这儿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以他的观察 这地铁起码还要修两年 而当初签合同的时候 那个人说的半年完工 我都想赚租了 别呀 你姓哥的 不出三个月 生意肯定会好起来 李胖子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 小陈啊 说实话 要不是看你人不错呀 我都想你把你给忽悠走了 自己把这店给盘下来 李哥 我也说实话 只要你想 我就敢转 刚好拿着钱 去做点其他的生意去 陈冲一脸认真地说着 这 李胖子话还没说完呢 便皱着眉头掏出了手机 嗓门扯得很大 喂 啊 什么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你干什么吃的你 哎呀 知道了知道了 马上过来 放下手机 他一脸焦急地站起了身来 我那店里边啊 出了些状况 得去处理一下 这门面的事啊 你先别着急 等我忙完了再和你细说 望着李胖子的背影 陈冲是又好气又好笑 气的是啊 这死胖子整天不安好心 就想着引诱自己 把餐馆开下去 好以此为他招揽生意 就像之前那两名大学生一样 哪里人多往哪钻 活招牌啊 好笑的是呢 大哥 你下次演戏 能不能长点心呢 他电话都拿反了好吗 陈冲把筷子 啪唧地下拍在桌子上 双手一个劲地直挠头 这该死的餐馆 简直要了狗命了 既不能退租 又没人接盘 再这样下去 每个月的水电费 都快交不起了 陈冲看向店里边 那桌子板凳 就看了眼厨房里边 锅碗瓢盆各种设备 越看似越郁闷 他抬手就给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辛辛苦苦存的钱 结果就成了这些没用的东西 他挤地铁的时候 脑子被门掐了吧 这一巴掌啊 扇得够重的 实际是眼冒金星 头晕脑炫 就跟那个低血糖犯了似的 陈冲揉着脸颊 疼得呲牙咧嘴 一个劲地吸冷气 足足缓了将近三分钟 才要做好转 但是眼中始终有颗星星 没有消失 就在视野的右上角 眨巴眨巴眼睛 还在 我靠 不会一巴掌把眼睛给扇坏了吧 陈冲被自己的莽夫行为 给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要是被人知道 怕是要笑掉大牙的 甚至随便加个标题 都能一夜爆红的节奏啊 比如啊 惊呆 某直男竟然做出这种事情 忠酿大祸 他又眨了眨眼睛 又是揉了揉 不见好转 甚至看着看着 发现右上角的星星 有些特别 竟然是个 带圆圈的感叹号 靠 不仅删坏了 还你马的删出幻觉了 正当他骄贼的 骄头烂额的时候 感叹号变成了一行文字 厄运游戏已激活 你将有机会改变现状 是否启动 啊 看到这行文字的时候 陈初反而冷静了下来 看来自己的眼睛没问题啊 倒是碰上了一些灵异现象了 这年头 惊悚片看得多了 人们的心理素质 早就不知不觉间 有了质的飞跃 说句不要脸的话 就算是现在有个鬼站在门口 他都敢进来 跟你聊聊人生 展望一下美好的未来 不过这什么厄运游戏 能改变现状 倒是挺有诱惑力的 就是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 嗨 自己都穷成这副穷酸样了 还有什么好纠结的呀 他心念一动 就选择了是 文字有了变化 欢迎进入厄运游戏 在游戏开始之前 请记住 只有真正无谓的人 才能存活下去 陈冲挑了挑眉 这句话 像是在故意营造 一种危险的气氛 几秒钟之后 文字消失 出现了一个半透明的界限 上面有很多的选项 每日任务 每日任务将在凌晨六点钟刷新 完成任务将获得相应奖励 以及厄运值 注意 厄运值是开启厄运任务的必要条件 特别任务 此任务需要特定事件处罚 请随时关注 厄运任务 完成任务将获得生死转盘次数 生死转盘 幸运与厄运并存 这里有起死回生的无上神药 亦有怨气滔天的鬼怪恶灵 道具仓库 无 厄运值 无 稀有助手 无 解锁成就 无 想要转动生死转盘 必须要完成厄运任务 而开启厄运任务的唯一途径便是每日任务 所以说每日任务才是运转整个游戏的基础 突然多出来这信息量有些大 陈冲好不容易才捋清了思路 进入每日任务 简单任务 惨淡的效益 难吃的食物 你的餐馆已经岌岌可危 不如来一次痛痛快快的大扫除吧 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哦 普通任务 想要别人注意你的餐馆 首先需要与突出与众不同之处 那么就从招牌开始吧 请尽快更换新的招牌 困难任务 你一定认为自己无所畏惧 那么做个小游戏吧 说不定会改变你的想法 注意 以上所有任务会在凌晨六点重置 请控制好时间 说实话呀 看完任务介绍之后 陈冲有些犹豫 大扫除都是不难 花些时间与体力就能搞定 而更换招牌这个任务 就很麻烦了 需要钱 可他现在最缺的就是钱 甚至这个月的水电费都还没有赚够呢 并且重新制作广告牌 起码需要一天的时间 现在肯定来不及了 至于困难任务 兴许是游戏开始时的那句话起到了作用 导致他心里啊 隐隐有些犯触 算了 不管了 先完成一个简单任务再说 看看得到什么奖励 真正露几袖子 说干就干 反正也没客人上门 在厨房里找了一个大铁桶 装上温水 挤了半瓶的起截器 抓着两条抹布就开始动手了 先从桌椅开始 不放过任何死角 甚至连桌腿都擦得干干净净的 大扫卫生 对于陈冲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几乎每天快打样的时候 都会坐上一遍 只是类似今日这般的大扫镯 倒是很少见 但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先是简单的擦洗一遍 再拿着刷子清洗顽固污垢 陈冲虽然已经累得满头大汗 却反而越做越来劲 兴致高昂 不得不说 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忙碌起来了 前面打扫完 他又马不停蹄地打扫厨房 尤其是灶台附近那些 常年积累的游垢 硬是被清理得一丝不剩 白色的瓷砖重新地焕发了光彩 时间悄然而过 直到接近傍晚六点左右 才终于打扫完毕了 站在店门口 咔到脸上了一支香烟 看着容光焕发的小小餐馆 陈冲是没来由地生出了一股自豪感 起码辛苦之后 看见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啊 不像平日里那样 就算按时起床 正常营业 也很少有人问津 其实他挺羡慕李胖子 有源源不断的顾客 跑该杂乱的思绪 陈冲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视线右上角的感叹号 果然收到了任务完成提示 恭喜你完成简单任务 获得传奇豆瓣酱限量 令 你已解锁厄运新人成就 获得密质牛肉酱配方 永久 听众朋友 本集已经为您播讲完毕